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十二章 大卫说 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电雨 必须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 所以我要为电预备材料 于是 大卫在未死之前 预备的材料甚多 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嘱咐他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建造电雨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电雨 只是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电雨 因为你在我眼前 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电雨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 好治理以色列国 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力典章 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店预备了金子十万塔连德 银子一百万塔连德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乘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拱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 帮助他儿子索罗门 耶和华 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索 好将耶和华的约柜 和供奉神的圣器名 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造的殿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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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